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去了馬來西亞拍了一部鬼片 雙雲 因為我們拍戲的導演 他很喜歡這些鬼怪的東西 而且很務求真實 所以他特意找了吉隆坡三大猛鬼之一的地方拍 是一間空宅 很大的 有三層 連天台有四層 有很多房間 他刺了很久 我們的故事圍繞著一個洋娃娃 一部電影裡面有一個洋娃娃 那個洋娃娃是很恐怖的 當然他們做到的樣子 所以我們這部電影裡面的小演員 很多時候要跟這隻公仔做戲 最初就不肯抱著這隻公仔 也會哭 可能我們要解釋了一段時間 或者讓他跟這隻公仔相處了一段時間 他才肯抱著這隻公仔拍戲 我們其中一個小女兒 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就是他拍最後一場戲 最後一天的戲的時候 因為我們總共在大閘 起碼有一個多兩個星期 他拍最後一天的時候 之前也想我沒事的 直到最後一晚 我們看到他的臉色很差 就是臉青唇順白 又想吐 你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很不舒服 我們趕快拍完他的戲份 放他走 我們也覺得 可能是因為太晚 或者他不舒服 那天拍完之後 第二天我們就殺科研 殺科研的時候 那個小演員也有去 劇組就帶了那隻公仔去 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他媽媽說 其實之前那一晚 他很不舒服 但是一離開那個大閘之後 去醫院看醫生 就完全沒事了 龍精苦慢 完全好像沒有事情發生過 醫生都說他沒有不舒服 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去到 我們殺科研的時候 那個師傅就跟我們說 是因為那間大閘 是有一個小朋友的靈體在 那個靈體就經常會黏著這個女生 就是經常都想跟他玩 可能知道那晚是他最後一晚 所以很不捨得他走 之類 所以搞到他不舒服 另外還有一件比較奇怪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殺科研的時候 那個公仔都在 那個小女兒一去到現場 一去到殺科研吃飯 那裡 她就抱著這隻公仔 就說我想帶這隻公仔走 我們都覺得 劇組都覺得很奇怪 你之前那麼害怕這隻公仔 你不會想帶他走 那工作人員就說 你不要帶了 你帶另外一隻 有一隻是代替品 沒有去過現場的 公仔走 那之後師傅就覺得 那隻公仔很邪 那他就在公仔的面上 畫了一道褲 他說因為可能會有些靈體 在那裡 那女孩走了之後 就到我去殺科研 那我不約而同 我看到那隻公仔 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很想帶這隻公仔回香港 那我整晚都抱著那隻公仔 就是一頓飯 那我都抱著那隻公仔 那他們 就是看得出有些奇怪 就問我是不是 想帶這隻公仔回香港 那其實我真的 很想很想帶 就是心裡面 我有一個很大的衝動 很想帶回香港 還有我有一個畫面 就是 我很想把他帶回家 放在哪個位置 我已經想好了 那但是 我又知道 很奇怪 我覺得自己這個舉動很奇怪 因為那個公仔很恐怖 那我 我抱著那隻公仔的時候 他們問我 我就 我就 靈頭 就是我沒有說不好 但是我就靈頭 然後他們就一手搶走那公仔 就是說 你不要帶 就立刻找人拿走了 那之後那個師傅 就 說回我們 就說 可能那隻 公仔已經有靈體 令到 是的 就是侵佔了下去 那令到 你們很想帶他回來 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 就令我覺得 很奇怪